先取出糯米 将糯米浸泡在水里 一个小时 先需要用到两茶匙的苏打 然后再加200毫升的水 然后就把它放到 炉子里面烧开加热 饭的亮的时候 就可以把减水倒到碗里 洗一下种月 煮好了以后 就可以把粽叶捞出来 然后这个水暂时先不要丢掉 等一下可以用来煮粽子 热水沸腾了以后 煮粽叶煮10-15分钟 然后就可以像这样子 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这个粽水不要丢掉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水来煮粽子 把之前调的碱水 加到糯米里面去了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颜色已经变黄了 如果你喜欢碱味浓一点的话 你就多加一点减水 放粽子吧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 把它底部做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就把糯米放进去 刚好够包一个 然后把它放平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边上 用手两边放着 弄出一个形状出来 然后把它盖过来 然后大概捏出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然后大概捏出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然后就用线 然后就用线 我们用那种面线 就用普通的线把它绑住 就把它绑紧一点 这个因为不是粘线 所以说比较 水烧开了以后 煮大概一个小时 关小火 剪中做好的就是这样子的